我最以前是在Macquarie当过老师 你去Macquarie大学 对当过老师 哇塞你也是大学老师辞职 对应该是这样 我在读书的那会儿 在第三年级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教第一年级 OK 对就是这个是Macquarie的规定 那你是怎么升级上大学老师的 有秘密 有秘密 真的有秘密 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 你知道大家一般来说 考试之前都会去南天寺 包袱就好 我考试前从来不去南天寺 我都去Lecture 就是那些老师的办公室 问说 老师这一题我不会 老师那一题我不会 老师你觉得这个论点是什么 然后有时候老师就会跟你说 我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老师就跟你说 这个你不用管 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考试的时候不用担心 你在套老师的话 我说这个重要 老师说这个非常重要 OK 都老外嘛 但是因为我觉得 华人跟老外最大的区别 如果是华人的老师 我自己感受 你问他问题 他会嫌你烦 他会觉得我已经教过你了 OK 但是老外他会觉得 你有一个学习的心 他会很想教你 你知道 所以我当时就 那个老师就常常 就好多个老师都认识我 因为我只要考试前 我都往里面泡 OK 往里面泡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都知道 这些出题人的心 还有他会告诉你 就是这个回答的论述点 应该是什么 你考试考看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想要看到的答案 是什么 对不对 我就照着这个去做 所以我当时的平均 就是大学的平均分是 差不多在80分左右 就是第一跟HD之间 我HD的科目大概有一半 哇塞 对 其实不是学霸 其实是跟老师关系好 对 其实是跟老师关系好 然后那会儿老师就说 那学校刚好就是现在 也缺人嘛 那他们就问我说 要不要也去面试一下 我说还可以啊 那面试的人 又是问另外一个老师 哇 说那就行了 那就你了 我知道你读书好 对就上了 所以就在 在Marcory教过一年的书吧 教过一年书 教过一年书 大学像我当时如果做Tutor OK 一个小时是差不多 我不知道大学能不能讲 OK 这个反正你听了就过 差不多是30块钱 但是你第一堂课 因为他会给你一个备课的hour 就跟你之前说你打工一样 他第一个就是每一堂课的第一节 是算两个小时的 OK 因为你有备课的一小时时间 所以第一堂就是60块 OK 所以我就每一周我都是选那种 就是每一堂课我都选 只有一个两个一个两个 所以每一个门课我教的都是60块 对 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 我好像赚的钱也差不多 对 但是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是follow这个 就是你毕业了 你就是做10年 你才能赚到 尤其华人 对 就是你就是做10年 你才能赚到可能10万 对 对不对 我当时这么想 那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边老师 其实特别是大学老师 已经是一个挺好的工作 对 那你不想要辞职吗 因为当时要毕业的时候 老师是希望我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接下来读博 就是因为澳洲有一个东西叫honor study 就是荣誉硕士学位 然后荣誉学位读荣誉学士 OK 读完以后直接就可以读doctor degree OK 对 那我就问老师 我说那我们上班是一年还是 就是是怎么上 他说你一年只要上半年 我说那么好 他说另外半年你要继续做research 然后要做报告要写论文 我心想哇靠 我就 我对我来说 就是我一直是实用派的人 OK OK Stella 对我来说一直我是实用派的人 我本身的想法就是读了书 我可以去赚钱 我问老师说 那我这个还要读多久 他说很快的 大概三到五年 我心想哇靠 那还有三到五年 然后我再问了 我说那工资多少 那时候老师跟我说 他说 他说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因为十几年前了吧 他说我的工资是八万三 然后我说那我刚入学 就是我刚就是如果继续做professor 就教授的话是多少 他说一进来是大概七万五左右 那会儿啊 就是七万五 那我说你现在八万三做了多久 他说做了十年 我心想哇靠 我做了十年才从七万五涨到八万 八万多 那好像有一点点 就是这个天花板太低了 对天花就是觉得太累 那当时其实就一门心 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嘛 过来澳洲父母其实给我们砸了很多钱 对吧 因为 当然了我当年也打工也干嘛这些的 对吧 贴补一下 但是赚了好多钱 父母赚了好多钱给我们 我们这个钱如果 不把它赚回来 那就是 有点亏了 对就是亏了 所以我就想不行 我一定要赶紧毕业 所以我大学一毕业呢 我就去做IT 我去一家微软的子公司做 算是consultant和工程师 其实我是有卖微软的 叫我们叫当年点式的 developer的证当年 对 但是干了那个行业以后呢 人真的会变自闭 为啥呢 因为你天天都是 压力不大 压力很小 但是你天天对了电脑 然后我周边的人呢 全部都是老头 然后他们就是30年前 20年前就进到公司了 到现在还在公司 然后我说 我说我要做多久 才到你这个职位 他说你到我这个职位 他说你开什么玩笑的 你这个后面 你的senior的职位 他干了10年 我干了10年 那我就在想 我说我未来的10年20年 如果我就照久晚五 一定很痛苦 对一定很痛苦 那我就想说不行 我一定要找一份能挣钱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那我做什么东西可以 可以就是 比方说假设 如果真的说 有急用 要用钱 三到六个月 真的要 抽出五万块 十万块钱来 对吧 那干啥行 我当时就 写了一个列表 因为做IT嘛 写写写写 写写最好 干销售 那干销售以后 我就去了解了 哈维诺们那种 卖电器的销售 还是 还是做汽车 什么的销售 还是做房产销售 其实说真的 刚入行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被忽悠的概念 因为其他的工作 都是那种 正儿八经 然后但是房产 别人就跟我说 他一年赚一百万 他一年赚两百万 你开着办 我说我行吗 我能挣这个钱吗 他说你之前干什么 我说我之前是干IT的 那人 可以啊 我觉得你行 我心想 哇操 这样也行 所以我就开始干了 对 但是开始干了以后 的确就发现这行 真的那很短之间 是可以赚到钱的 方便说一下 你这个刚一转行 然后这个赚的第一桶金吗 我怕我讲了以后 回头没人找我买房了 你知道吗 不会 你赚的越多 说明你生意好 是因为我有几个道理 我等一下跟你讲 我刚入行的时候 那个半年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赶上房舍 好 对 就赚了好多的时候 OK 半年 但是我比较特殊 因为我以前就喜欢帮助朋友 聊天各方面 所以我是刚入行那会儿 就很多人知道我买房 就是开始卖房了 然后全部来找我 所以我的那群朋友 就挺信任我的 就是我刚入行 他们就一块 就是也跟我一起 从你买着 对 跟我一起买 跟我一块投资 然后一块赚到钱 半年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是告诉自己 我半年内要卖掉一套房 结果我半年内卖了好多好多套房 然后我的下半年 我就觉得我现在不一样 你知道 我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人会膨胀的 膨胀是很危险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膨胀了以后 应该说完全没有放心思在卖房上面 但是 飘了 对 飘了 其实这行就最怕飘了 飘了以后 在年底的时候 就第二年 就是第一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就问自己说 我这行到底适不适合我 我就怀疑了 因为我说 我好像半年都没挣到钱 但是你想想 你当然挣不到钱 也有人会认为说我是推销 但是我就认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觉得我是为了赚你的钱 那我就不赚了 我换一个人 对不对 但是也有人跟着我 会赚到钱的 然后又给我推荐客的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能做得这么顺 因为我有一个秘诀 这秘诀就是你卖了一套房以后 我有办法可以让他再给我介绍好多客人 是吧 对 那这个秘诀是啥 分享一下吧 哈哈哈 这个秘诀 行业秘诀 行业秘诀 这个秘诀我先暂时保留 哈哈哈 对 这个秘诀 对 OK 那 那 到下半年以后 因为人就飘了嘛 因为基本上没什么干吧 没什么干以后呢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再干一个月 嗯 如果这个月再干不好 我就回去干IT了 呵 就那会儿嘛 因为半年没有出成绩嘛 哦 我记得当时非常 就是又开始很努力了 嗯 然后很努力什么的 8点钟 8点半 9点差不多干 就是等于是开完会啊 什么的 嗯 那会儿所有店都关了 只有一家店 当时好像是明海吧 然后点了一个什么 炸鸡饭 嗯 刚上来 客人电话 下了 嗯 如果正常人话 肯定想要我吃完再给他打 嗯 对吧 我当时想 这客人电话 接还是不接 就很纠结 这个饭上了 嗯 电话来了 嗯 还是先接电话吧 可能就是找找我没啥事 结果那通电话打了一个小时 那饭都凉了 嗯 然后差不多快10点的时候 清洁工把我要赶走了 嗯 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已经 关门了 对 你还在这 然后我说我饭还没吃 他说 就清洁工哪管你啊 对不对 这你没吃 那你要不自己找商家打包 往后一看商家都按了 因为他是服扣嘛 对他都按了 但是呢 就那一桶电话 那一桶电话 我那一周 大概又卖了三套房吧 对又卖了 我一下子又觉得 一周卖了三套房 对又觉得可以 那一周就四五万了 小几万有的 对小几万有的 那个客人给我打电话 他是我以前买过房的 OK 我想说一般啊 这个是行业内最怕的 嗯 就是啊 他买房买过了 跟我打电话 啊 有什么问题 对有什么问题 对吧 我不接 我忙 对吧 其实你是前面在想办法找课 你后面在调课 对 这又是行业的另外一秘密了 嗯 等一下 等一下讲 我就给他推荐 我说哎 你过来 然后过来以后 看了 他觉得好 嗯 他就买了 他买了以后呢 我就用我刚刚跟你说的秘招 他又给我带了两个朋友 哇塞 那两个朋友买